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造势场合再度语出惊人 前立委黄国昌 柯文哲不只想让他当法务部长 还速度被点名 列入民众党不分区安全名单 不过除了民众党之外 民进党不分区传出在十三号晚间 已经底定 周一晚间不分区提名小组会议 针对名单做最后确认 包括进捐基金会执行长林月勤在内 现任共八位委员续留安全名单 立法院龙头优希昆也在内 我现在讲都还太早了 我等到这个确定以后再讲 原定预计周三中常会 公开不分区名单的国民党 为了配合蓝白和相关协商 延后到十九号才公布 争取政党票 各阵营摩前擦掌 关键不分区名单 这周见分效 华氏新闻张震 张忍杰森区小组 台湾报导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